哇 这里的景色也太壮观了吧 大家看啊 对面就是重庆嘉陵江 那我现在呢 是在解放杯CBD1100万的大平层里来 今天就带您来感受一下 236品物房两厅双套房设计的江景大平层 我现在所在的空间呢 是一个开间8米的大横厅啊 是整个豪宅的中轴动线 那这边呢 包含了客餐厅 有着豪宅的这种尺度感 右手边呢 是三个房间 左手边呢 是两个次卧 来 先带你们感受一下景观最好的卧室套房 来 看一下这个套间啊 从飘窗上看出去呢 这个红色的桥就是千丝门大桥了 那这里也是拍摄红压洞最好的位置了 在小长假期间呢 桥上是会交通管制的 花24.8亿造的桥 只是为了给游客拍照啊 任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到主卧套间去看一下 来 看一下这个房间的视野啊 远处呢 就是朝天门了 这里也是嘉陵江和长江交汇的地方 有的时候呢 两条江水的颜色会和鸳鸯锅一样啊 一边是清汤 一边是红汤 但是吃火锅还是红汤比较好 对吧 嘴透 那客厅的另外一边呢 是两个儿童房 视野 其实和客厅差不多的 这套房子的开发商呢 是出了名的会玩豪宅 那他们通过非常巧妙的空间设计 让每一个房间都可以看到 像这样小香港的八地城市景观 看着外面嘻嘻嚷的车流和人群 你却能独享这一份安逸和亲近 是不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呢 楼下呢 还有设计师结合多种艺术元素 所打造的园林 那有机会的话 一起来体验一下